山下学堂第二期职业演员表演 进阶班于2018年8月9日公布招生计划 正式开启报名 第二期职业演员表演进阶班 将于11月11日开课 历时36个学习日 共计300学识 与此同时 山下C咖啡 山下花店也于近日开始式营芸 与山下剧场一起构成复合式美学文化空间 在进行表演之余 为生活体验文化交流与美学 表达提供空间和契机 300克时短期高强度训练综合 提升演员职业素养 2017年10月 陈国父 周迅 陈坤三位创始人 共同创办了山下学堂 根据演员的不同职业阶段 不同诉求 山下学堂设计规划出不同类别的课程 希望每一位渴望表演 热爱表演 期待持续保有创造力的演员 都在这里寻找到自我在创造的可能 目前山下学堂下设三大教学课程 包括新人班 职业演员表演进阶班和大师班 职业演员表演进阶班是山下学堂 具有针对性的课程 为协助演员解决在工作中 所遇到的困难而设置 2018年2月 山下学堂首期职业演员颁开启报名 历经三个月的报名和筛选 以及一对一面谈 5月7日 16名学员一次模拟视镜 开启了为79周的学习 并于5月7日正式开课 首期职业演员表演 进阶班的16名学员经历45个学习日 300克时的学习 于7日7日圆满节课 即将开课的第二期之一演员表演 进阶班将300个克时 浓缩入36个学习日 希望以段机高强度训练 促导演员下意识的创作能力 课程分为核心表演力 角色与镜头 美学感知三大类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 引导演员重新巩固表演基础 加强角色创造能力 丰富对美和生命的感知 最终实现演员职业素养的综合提升 在诗资上 第二期职业演员表演 进阶班 邀请了来自俄罗斯联邦国立舞台 艺术学院 耶鲁大学戏剧学院 意大利 鲁马国家电影学院 电影实验中心等国技一流院校的资深表演老师 他们将分别带来声音与身体 身心行动 角色创造和镜头里的生活等课程 以不同方法 不同表演训练模式 帮助学员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重新梳理表演 在传授表演技巧的同时 山下学堂 亦格外注重对演员自身心理 和审美感知能力的挖掘 美学感知课程将邀请美学艺术家 各领域资深从业者 以讲座的形式 用学员拓展美学视野 带来囊括画面美学 电影美学 音乐美学 文字美学 表演艺术美学在内的美学讲座 在第二期 执意演员表演进阶班授课期间 著名导演田壮壮 还将在山下剧场 举行大师分享课 表演实验是打破教育 常规美学文化空间 传递生活于美山下学堂 是一次从表演开始的探索 也是一个打破教育 常规的实验 在执意演员表演进阶班之外 山下学堂还设有引领 执意演员入门的新人班 开放性高阶的大师班 2018年3月12日 山下学堂2018春季新人开班 从3345名报名者中选出的 14名学员进入山下学堂 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 7月和8月 来自纽约大学 提数学院的艾伦帕克斯 艾伦帕克斯 与来自伊鲁大学戏剧学院的 克里斯托弗·贝耶斯 克里斯托弗·贝耶斯 分别带来试镜的洞察力和情感的想象力 两个大师工坊 在新人班 职业演员表演 进阶班和高阶的大师工坊外 山下学堂还设置了开放型课程大师分享课 大师分享课 面向包括演员在内的更广阔人群 邀请在表演及相关领域的资深从业者进行分享 并以表演为核心 辐射整个业态 6月16日首期大师分享课 邀请到著名导演乌尔善讲解类型电影中的表演 今年9月 陈国富导演将带来大师分享课人生演出 针对影视行业从业者 以具体作品为案例 从制作 角色 观赏 等多个不同角度 交流表演与人生的互动与参议 山下学堂已培养具有表演智慧的演员为一任 提倡演员的终身学习 目前山下学堂拥有排练室 放映室 摄影棚 化妆间在内的4000平米教学空间 在表演实验室之外 山下学堂希望为多元的文化交流 思想碰撞和美学 表达提供空间和契机 秉着这一初心 山下学堂将一层打造成级剧场 咖啡 花店 生活美学 艺人沙龙于一体的复合式美学文化空间 可容了百人的多功能黑匣子剧场 山下剧场 兼具文艺空间与餐饮的咖啡馆 山下C5咖啡 传递生活美好的山下花点 共同营造了充满创意与美的自由多元场域 在未来包括大师分享课 艺术展 文化沙龙在内的更多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将持续在这一空间中亮相 被当作创意与美的表现 闻市序 闻市库 山下 巨岸